大家好 我是修水机的一个 感谢广告粉丝继续有魔术 然后故障为无4G 然后我拆开以后他的屏幕还有问题 跟客户沟通过他的屏幕 之前又有问题 然后不知道清水还摔了 然后他说这个没关系 只要我修信号就行 好 卡我们查进去了 发现只有两级网络 只有网两级网络 然后我们上个网看一下 无网络 这个网两级网上不了网 然后打个电话试一下 打电话没问题 打电话没问题 这个94G没有 三级也没有 好 我们接下来准备检测维修下 经过检测 然后它这个是 净水机啊 可以看到 它这个防水标已经红了 净水机 然后我们把一个罩子拿掉 罩子拿掉下面这里全部腐蚀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里是管其他的 不管信号 然后我顺便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重新做了一下 然后这个 4G供放 就4G供放损坏 然后我们换了个4G供放 4G供放 然后我们准备装机测试一下 它为了手机的美光 我们拆完以后这个屏蔽照还是把它装回 让它看上去手机更美观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装机吧 这一步我们把所有的配件装好 然后不露上客户的美科罗斯 然后边上打上胶 然后把后盖 后盖那个镜片还有这个摄像头清洗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扣上 它这个后盖也是 后面换的 组装后盖 盖上去都不怎么延 接下来我们准备插卡测试 手机已经开机了 我们准备插卡测试 看信号 测试之前我们用这个高光胶带把这个后盖固定一下 以免这个带话胶干了 然后边上不延 这个屏幕因为之前就有问题 我们这里要特别小心 然后接下来我们装卡 把卡插进去 现在是无服务 看一下信号4G信号满格 瞬瞬间满格 然后也有网 这个插进去信息来了 在这里显示 上个网看一下有没有网 网络正常 这些全部都能刷新出来 4G长满格 顾掌完美姐姐 就拍到这里双击关注 感谢广东粉丝继绣 马上联系客户付款发货 双击666 实际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